何炯最新造型帅出新高度,但谁注意到彭玉唱的肚子?黄蕾惨遭背锅。 自从最新一季向往的生活有了彭玉唱的加入后,明显感觉节目的整个氛围更好了,网友们更是被这个总是默默干活,话不多的男孩圈分了。 而且从节目更新到现在,又让网友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彭玉唱了,那就是彭玉唱真的太实在了,来录制节目也完全是感觉来过日子的,干活麻里的同时,生活却越过越糙。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就连何老师都忍不住开始吐槽彭彭说,脸都没洗吧。 要说经过这么久的相处,和老师也是真的很了解这个小孩儿了,因为彭彭居然真的没洗脸,还为自己找几口说洗脸要过瘾,也是非常可爱。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蘑菇屋四人组开始换了新造型,黄磊更是称他们是土味F4,但是没想到何炯一出来,网友却直接盘木沸腾了,只因为何炯新造型帅出了新高度。 还有网友不停地复赞到,何老师真的好帅。 在所有人关注点都在他们这个造型上时,又谁注意到彭玉畅的肚子了?黄磊更是因为彭玉畅的肚子惨遭背锅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? 原来在何炯出场后,却没人注意到此时彭玉畅的肚子,那是真的肠肉了呀。 不少网友看到彭玉畅一出来,全部都被彭玉畅这个肚子吸引了注意力,纷纷表示说,彭彭都有小肚子了。 还有网友眼间发现彭玉畅还悄悄收复了,也是非常可爱。 然而因为彭玉畅的肚子,黄磊却惨遭背锅,网友纷纷表示黄磊做的菜太好吃了,彭彭完全陷进去了。 看看每次黄磊做的饭菜,彭彭吃得多真心和认真。 除了干活之后很饿,还因为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。 不过这季的向往的生活也是越来越精彩有趣了,只因为又多了很多有趣的朋友,你们喜欢吗? 谢谢大家。